小众也是值得被看见的 而且所有选手里面 她的表达能力是最好的 所以我第一个选她 大家好 我是夫人不吃鱼 我想要打破 大家对于罗莉塔的固有印象 所以我今天带来了一套 和风系列的裙子 大家可以从她精致的柄图 和小巧的围裙 以及大大的袖子上 看到一个隐居在 静谧森林里的公主 这就是我想展示的 不一样的罗莉塔风格 谢谢 我看他们这几个导师怎么办 这一组 接下来是一分钟的变装秀 准备开始 加油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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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的罗莉塔只有浮夸与华丽的 当时过境迁 森林变成了大都市 公主也不可以矫情 所以她必须要脱去 她华丽的群称 方便挤进早高峰的地铁里 还要换上一件甜美 但是又不影响 她敲击键盘的泡泡袖 最后再戴上一个大大的眼镜 这样的话就可以防辐射 突然不吃鱼 我有点小失望 因为昨天你的那个 天使的那个造型 我觉得好好看 我今天讲述的是一个 手持弓箭挥舞着翅膀的 雪国精灵的故事 好可爱 对 但是今天 我能讲一下吗 可以 就是因为我觉得潮流 它其实是一个理念 那理念的载体应该是我这个人 而不是仅仅是我的衣服 因为一定是我穿衣服 而不是衣服穿我 所以今天我之所以没有像 昨天打扮那么的夸张 是因为我想展现一下 日常一点的罗里塔 他也是可以很棒的 我穿衣服不是衣服穿我 对 这个重点很对 我觉得他表达关键挺对的 那么我们讨论一下 不会四个都晋级了吧 然后直接剃掉四个 那就精彩了 可以 那我接受了 她们确实是很强 很厉害 觉得好酷 就是很有感染力 也很有态度 没想到个个都那么强 压力还蛮大的 就是那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 很大的几率会被踢弯掉 可以晋级的是 为什么 我好喜欢那个小萝莉 那个女生很好 我不太能够理解 我也不太能够理解 你们都是代人官 现在给你们额外两个代人名额 可以把刚刚淘汰掉的选手们 救回来 总共四位 我要选择两位的话 我会选择 第一位 我觉得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 夫人 我吗 对 是你 就是我觉得 小众也是值得被看见的 而且所有选手里面 她的表达能力是最好的 所以我第一个选她 真的傻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真的 原来我的优点有被人看到 而且是被我喜欢的李佳琪看到了 就不能辜负了李佳琪对我的信任